2023年12月30日,大脚星人理事会,从大天使、扬声大师那里获得更多,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在向你们所有人提供能量方面非常一致,因为即使丹尼尔没有引导我们,我们也在向你们提供能量。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可以随时打开我们的传输,并且你们将收到最新的资讯,我们也希望你们在接收时放松,我们建议你们释放我们的能量传输,不需要尝试,努力去感受它们也无济于事。 但如果你们能放松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并且你们能持续地,日复一日,时复刻地做到这一点,你们就会感觉到你们的意识在突飞猛进地扩展。 现在,正如我们之前在这些传输中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城里唯一的游戏,我们并不是唯一为你们提供更高频率能量的人,我们不是你们在更高领域中唯一的帮助者,所以有时你们可能会想要相貌塑星能量,或者你们最喜欢的扬声大师或大天使的能量敞开。 你们甚至可能觉得精灵能量就是你们在那个特定时刻想要调和的东西,知道你们的灵性导师和高我在向你们提供的服务上也非常一致,这对你们来说是有好处的,讯息源源不绝地传来,你们很多人都对它们有感觉,你们中的一些人在事后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感受它们,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你们自己或你们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当你们回顾过去的几天或几周时,你们会意识到你们一直在接收能量并且你们一直在与它们一起工作。 对某些人来说,这并不新鲜,你们已经这样做了很长时间,然后你们就知道帮助他人认识到它们也有可以随时利用接收和工作的能量,这是你们旅程的一部分。 许多收到此传说的人都想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这真的很简单,你们只需要放松,放下你们所有的紧张、焦虑、想法、忧郁、恐惧,然后你们就会自然地敞开心扉,接收那些从上面来到你们身边的高频能量。 正如我们所说,你们可以将自己指向你们喜欢的任何方向,你们可以在某一天接收大天使能量,并在第二天接收天狼心能量。 在那之后的一天,也许你们会更迷恋精灵能量,将此示威选择你们今天要穿什么或今天要吃什么,并且要知道我们总是营业。 我们始终寻求帮助、疗愈、指导和支持,我们提供的大部分只是爱、疗愈、同情、和平和所有其他高频振动,有时更具体。 当它发生时,丹尼尔通常会在我们的帮助下告诉你们,现在,只要尽情享受一直围绕在你们周围的所有积极、有趣和乐于助人的能量,你们就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 你们永远不会再感到分离或被遗弃,你们将永远感到自己充满了创造你们不断迈向的美丽第五维度地球所需的一切。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12月30日,智慧理事会,过着充满热情的生活,传导James McConnell,译者,扬声传导。 创造会提升你们的振动,所以当你们认为什么都没发生时,你们只是在等待,什么也没有出现,你们正在降低你们的振动,你们会得到更多你们所关注的东西,竟只是加速、振动、领悟、显现的强大入口。 然而,当我们谈论如何提高你们的振动和频率,以及什么东西降低你们的振动和频率时,不是处于当下,不是处于静止的地方,你们可以在兴奋的同时仍能找到平静,你们可以非常热情。 事实上,这一切的终极艺术就在于你们要意识到,你们越是热情、兴奋、扩张,你们就越能允许并生活在静止中,而你们越能允许并生活在静止中,你们就越能在静止中生活,你们会变得充满激情、兴奋、豪爽。 真正的掌握是当你们意识到,在透过静止和你们的存在来允许和接受时,你们做得更少,但你们拥有的更多,你们做得更少,而你们却拥有更多,你们做得更少,而你们却拥有更多,你们有更多的爱,你们有更多的自由,你们有更多的快乐,你们有更多的丰富,你们有更多的幸福,你们有更多的美丽。 你们有更多的满足,你们的生活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现在,当然有你们要做的事情,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说,好吧,我只是坐着等待宇宙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直只是在做这件事,而不是在做这件事,这不是要做不做的事情,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把不做的事情变成了要做的事情, 你们说,好吧,我坐在这里无所事事,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它也没有出现,我坐在这里不做事,不做作为做的一部分会降低你们的震动和频率。 当你们说,我真的想要那个,我真的想要那个,我真的想要那个时,请检查一下自己,你们热情吗?你们兴奋吗?有爱吗? 因为爱的程度将直接关系到现实的创造或你们想要拥有的体验,总是如此,有些事情是突然出现的。 但即使在这些事情中,你们也可以看到爱如何完全出乎意料地为你们带来真正创造的体验,没有延迟,没有渴望,然后它就发生了,它突然出现。 如果你们真正观察就很容易看到,真正的创造体验来到你们身边是因为爱,因为热情,因为某种程度的兴奋,你们总是会创造你们的现实,而过去很多年,几十年,你们创造能力的加速都是导致现在的。 你们对创造现实的能力的意识,显化和真实创造之间的区别在纯粹潜力领域发挥作用意味着什么?提升你们的意识,以召唤能量进入形式意味着什么?跟随能量并让光指引道路,当下一个明显,完美的步骤出现时,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对这一切的认识,你们对自己的创作无可挑剔的认识,从一定的意识水平进行创作,这些都是你们现在做好准备的旅程的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现在是指意识在哪里,集体意识在哪里,你们的意识在哪里,世界在哪里,什么是可能的? 但这一切都导致了真正的创造的快速加速,作为无可挑剔的造物主创造现实的快速加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